比赛中的特鲁姆普北京时间10月31日,2018-2019赛季斯诺克大庆国锦赛继续进行,在下午场率先结束第三轮比赛中, 特鲁姆普完成单单破百6比1大胜中国小将颜炳涛,未免冠军赛2比6比3击败卡林顿,利索夫斯基连续两杆破百6比5转胡尔德,中国小将颜炳涛本届国锦赛要先出色,首轮临风老将怀特后四轮6-5折杀瑞恩戴, 在第三轮中颜炳涛遭遇特鲁姆普,后者前两轮紧丢一局,连胜麦克马努斯和霍尔特,首局比赛中,开局阶段颜炳涛手感偏紧,连续几次张台听球不进,特鲁姆普林敲碎打建立优势,63比19超分胜出这局1比0领先, 第二局中特鲁姆普上手后连得68分拿下,纵犯2比0领先,第三局依旧是3R比占据优势,三度上手围绕黄球打到超分, 严炳涛随后尝试斯诺克漏球,特鲁姆普打进红球拿下这局3比0领先,第四局中严炳涛终于自你回首感,连续拼近常台上手,84比1超分胜出1比3落后, 15分钟局进休息后,第五局中特鲁姆普重新夺回优势,上手后凭借1感104分破百胜出, 此第一继续扩大优势,第六局比赛陷入慢节奏缠斗,特鲁姆普展现了继高一筹的防守实力, 62比31超分胜出这局5-1来到赛点,第七局严炳涛无力回天,上手拿下28分后没能继续, 特鲁姆普一感62分建立优势,超分,拿下这局后6比1大胜严炳涛挺进八强, 未免冠军赛尔比本界国锦赛状态平平,上轮和老蒋米尔金斯, 陷入4个多小时缠斗才惊险获胜,第三轮对手是卡林顿, 比赛首局赛尔比大概84分拿下,此后卡林顿状态提升,打出2感50加后2-1反超, 随后赛尔比0敲隧道超分拿下第四局2-2平, 直进休息后,各自完成1感50加比分来到3-3平, 第七局赛尔比赢得防守缠斗胜利,随后连得77分拿下第八局5-3来到赛点, 第九局赛尔比取得52-0的领先,此后再度上手取得超分优势, 卡林顿随后黄球做赛诺克15,赛尔比拿下这局6-3胜出挺进巴强, 利索夫斯基上轮6-3击败富家军, 在第三轮对手是古尔德,后者上轮爆猛淘汰霍金斯, 开局阶段迅速进入倒对攻大战, 各自完成1-50加,后来的1-1平,此后利索夫斯基一度4-2领先, 古尔德第八局打出丹杆139,分扑摆后来到4-4平, 此后古尔德5-4率先拿到赛点, 利索夫斯基丹杆103分,慢就赛点5-5平, 局省局中利索夫斯基一鼓作气, 在轰丹杆106分扑摆,连续两局扑摆后6-5逆转古尔德晋级, 另外一场比赛中, 吉尔伯特在第三轮对手是奥唐奈, 开局阶段比分来到1-1平, 此后吉尔伯特失误不断, 奥唐奈随后战具优势, 连胜5局后6-1淘汰吉尔伯特进击八强, 狂,也支撑。